从上海开到北京 周杰伦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 又即将在明年1月8号登陆香港了 离演唱会还有好一段时间呢 杰伦呢 却是早早的就来到香港 来吊吊歌迷的胃口了 在一众太空女战士的簇拥下 帅气登场 当天酷炫的撂笑方式 让杰伦很是满意 哇 跟你好像开演唱会的演唱 说起演唱会 杰伦的号召力可是不得了 地表最强演唱会 香港站的门票一经发售 就已经被抢购一空 这个看到很多歌迷的留言啊 就是买不到票啊什么的 对啊 所以我也说 我们要不要来开一个 二十场演唱会好了 我想说这是一个挑战 但是当然今年 明年因为时间都已经定好了 就 虽说连开二十场是周杰伦的玩笑话 但是为了满足香港歌迷的需要 诚意满满的杰伦 还是在档片宣布 将演唱会一口气加至九场 从一月八号唱到十七号 因为我明天这个 一月十八号生日 对啊 想说在生日之前 是不是还有三天的这个 做了爸爸的结论 果然很贴心呢 可能吧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 身份的转变 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 可能多了很多的包容 对 我觉得这是 当然也是年龄成长的关系 对 就比较不会这么幼稚 对 当然啦 这其中也还掺杂着 他的一点小私心 因为演唱会 一坐 坐九场 这样我可以逛九天的街 就感觉好像在度假一样 比杰伦还要更期待的 自然就是歌迷们了 可是前来宣传演唱会的周杰伦 却在歌单上卖起了关子 有没有一些可以透露给大家 适当的内容 没有可以透露的地方 所以这个有时候都会看情况的 就是因为开的比较多场 他就会想要去每天换一首歌 不过关于助阵嘉宾的事情 杰伦倒是很大方的透露了 我没有再请特别来宾 因为想说 我觉得要 要找到的 该找的都找了 然后我觉得这次就是好好唱歌 艺人独称全场 对于周杰伦来说 倒也不算什么难事 比起舞台表演 另一件事似乎更让他担心呢 应该会为演唱会稍微再瘦一点吧 不然在这个舞台上面 太胖好像也 也不太好看 雨的新年电影香港才访问到